人民喜闻乐见,你不喜欢,你算老几。 上海人喜爱平坛,怀剧,乐剧,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? 领导人可以有喜好,有人爱看戏,有人爱看画,有人爱古董,这有什么关系? 我们看了戏说好,不一定就好,我们的话靠不住,个人有个人的爱好,怎能作为标准? 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,只要人民爱好,就有价值,不是反党,反社会主义的,就许可存在,没有权利去进演。 艺术家要面对人民,而不是只面对领导,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? 不是的,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,要政治挂帅,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他是香花还是毒草,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。 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,至于艺术方面,我们懂得很少。